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你临床经验 是什么 感觉到是在无助 因为它就是 你再怎么做 它就是慢慢还是会越来越对话 对 那我们发现到其实最基本的患者 他们都会忘记这个 忘记那个 特别是在家里 那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这个可以做一些妥善的安排 比方说我有一个病人 他告诉家里的人说 我要一个蓝蓝 我只要那个红色的蓝蓝 下面那个蓝蓝蓝 那拿来干吗 他说每天他要出门之前或者回家的时候 就把蓝蓝卡放在那个蓝蓝里面 对 都放在那个地方 眼镜 或者是手表 手表 琢瓷 皮包之类的 对 总而言之 他出门能拿什么的 他都放在那个蓝蓝里面 对 好 那跟失智症患者在沟通上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尽量去简练 简单 他们能够很清楚地明白 我们跟他要沟通的是什么 那当然我也是听说有些 失智症的患者会迷路 那有些人就是会挂一个牌子在身上 然后上面就写他的家地址 是 紧急联络人的号码 这个方法好吗 其实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蛮管用的 最主要是写联络号码 对 或者是说他们的手提 也可以跟他们按照一个 快换 可能是儿子 儿子的电话号 对 B是什么 C是谁的号 这样子 那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失智症的患者 他们情绪有时候波动太大 对 那我们要怎么去 让他们静下 哭下这样 他们感到很生气 是因为他们爱做的东西 我们不给他做 没有得做 所以这样就会有一个冲突 就很生气 所以应该顺着他的医院 那真的照料者真的是 不容易 对不对 需要很多耐心 还有爱心 那身为照料者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是 寻求资源 除了这一方面 当然是要给他一个很大的安抚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 近在不严重 没错 有时候可能坐在一起 一起看一下电视节目 不一定讲太多 对 因为我觉得照料者 很多人就忽略了 就是他们其实自己也是 需要人家帮助的 所以是不是适当的时候 开口找人家帮忙 是好的 所以我每次看病人的时候 我一定会鼓励照料者 我每次告诉他们的 我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要懂 第一 这个不是阿嬷或者阿公 要做出来的 对 它是因为脑子里面 确实是退化了 对 所以他们就了解 原来病患者的这个行为 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做 本身想要做 而是他没有办法控制 对 这个控制不来的 第二 我们也是经常鼓励他们 有需要的话就要向前 我们可以叫辅导员 跟他们辅导一下 因为其实我觉得照料者 在照顾一些病患的同时 自己也要注意身体 因为常常就是说忽略了 他们自己的一些心情 要照顾自己 对 然后如果说真的就是有需要 就寻求别人的帮助 一定是 也不要全部都拦在自己身上 对 那么总的来说 这个照料失智患者 同时这个照料者 也要照顾好自己 也是很重要的 是 那当然你去照顾别人 也要记得爱自己 把自己照顾好 才有能力去保护你爱的人 那么当然也不要放弃沟通 还有联系这些情感 是 简单剂子 轻轻的扶膜 这些 有些时候你不要 有一轻轻这样乖 沟通 那个力量是很大的 对不对 在这里要谢谢我们的李医生 谢谢李医生 好 那当然 医疗不涉险 我们下次见 拜拜